侯爷的姨太很差 本来他的说话 气势都不会太差 但是刚刚的姿势真的很差 他在门口的时候迎接人安乐 然后让人安乐进去 这个动作 他好歹也是当官的 哪有人你对于一个下属 你可以不用太客气 但是不是像叫狗那样子 是到底这边的这一出戏 蛮有李怡老师吗 还是说这个李怡老师 只有丢给韩爷而已 留给我们家爷爷而已 为什么其他人的那个李怡 李怡太都这么的糟糕啊 我真的不知道耶 你叫做当官的 这是一个宫廷的那种权 那个权谋戏 好我们把他当作 因为他是宠爱举肠 对我们把自己当他 无脑一点去看 可是这是礼仪啊 要不然你要个官场 在官场上面 在皇室那边 当皇帝的不像皇帝 当臣子的不像臣子 那我看什么鸟戏啊 这是最基本常识 这是个基本礼貌啊 叫万一个人这样叫 叫狗啊 这是叫狗耶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知识啊 我没有把它录下了 等一下把它戒进去 这根本就是在叫狗 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一件事情 我们姑且不管 因为 钟义侯的那个官职 比那个大理寺少卿还要高 但是不是这样叫人的 之前甄嬛状会那么受欢迎 就是因为他在体移方面 很多细细维的之处 都能够让人家感觉到用心 安乐状可不可以拜托一下 有点点用心 还有后面的这一排 贺 贺代表的是什么 高洁 而结果呢 在这种的这种高洁的代表的前面 做了这种肮脏的事情 不管 跟他们 跟人安乐 跟他讲说 不管怎么样 自己的孩子有没有牵涉到的话 一定要保他平安 就是那种不法的事情 在高洁的动物前面 做出些不高洁的事情 非必龌龙的事情 这种的反差 它倒是挺有趣的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 从我第一集开始 骂的那个 钟义鸿 这个 他这个 这个 这个 跟地家的事情 多少 可能就有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可能是 关键人物之一 我觉得太子殿下 对于人安乐的包容 应该是 一种的 打从小 就认识的一种熟识感 一种天然的熟识感 所以即使是 已经是好多年都没有见面了 所以初次见面 虽然他非常的轻 但是他还是下意识觉得说 我跟这个人熟识 所以说 下意识跟他很亲近 然后也比较能够信任他 甚至包容他 做了一些不礼貌的举重 因此 他后来对人安乐 有感觉 但是他还是不能放弃 对于弟子园的 承诺 因为这本来就是他的一个责任 他们寒家 皇室寒家 把人家地家 静安侯府 全部都给 害死了 这的确是他们家的 就是皇室他们的 一个说的原罪 对我们讲原罪长得太过分了 倒不如说是他们犯下了一个罪行 而他承受了这一切 但是 他其实对于 弟子园 他是有感情 那种感情就是 从责任者产生的感情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 在人安乐 这种活酷的个性之下 太子的 太子常年这么的 拘谨 严肃的 生活 也是 泛起了涟漪 所以他在某方面 也开始有点点 但是他真的对 人安乐 一点都不批识 这个很重要 如果是哪个 不认识的人 不熟的人 我会批识 我一定 离他 更远 完全不会给他准备 眼神戏可以再努力一点点 那说完数字之后 转身过 他一转身 其实 眼神可以再犀利一点 这样子 眼神还不够犀利 演戏演这么久了 应该分清楚 什么是眼神犀利 还是说 看起来就聪明 刚刚就是故意 跟那个裴大人 在那边周旋的时候 就是要表现得出一副 想要息事宁人的那种态度 那种的眼神表情是好的 但是 两个人一走 还有加上黄大人的 非常的生气 认为人安乐 也想要息事宁人 所以那种 那种非常愤恨的那种的态度 他的转身 应该要让自己眼神 再更犀利一点 或者是更精明一点 也就是说 我不需要 他们已经看不到自己了 所以说 不需要再去伪装了 这种的前后的反差 一定要做出来 但是这没有做出来 我觉得有点可惜 把刚刚的那一个 跟着现在的那个反差 没有做出来 会让这个戏剧的效果 跟那个表达的效果 会比较差一点 感谢观看